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年财俊蒋作宾 二人关系极其要好 长期相处下来 张默君对蒋作宾生出浓浓耐力 但蒋作宾却没有任何表示 张默君以为蒋作宾是脸皮薄 不好意思开口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做出一个大胆举动 将蒋作宾带回家 见自己未来的岳母 没想到这一举动 让张默君后悔不跌 张默君有个妹妹叫张书家 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信得活泼 当张默君带蒋作宾回家后 蒋作宾很快被张书家吸引 二话不说 便向张默君的母亲提起 要娶张默君的妹妹张书家 张默君的母亲 脑子反应也比较迟钝 根本没想到 女儿张默君将蒋作宾带回家 是想让蒋作宾做自己的夫君 见蒋帮宾向自己提亲 要娶女儿张书家 二话不说便同意了 心上人秒变妹夫 张默君是伤心欲绝 原来蒋作宾并非脸皮薄 是根本没想过要娶自己回家呀 从此之后 张默君是心灰意冷 发誓终身不嫁 一心扑在誓意上 虽然感情受挫 但张默君是当时有名的才女 并不缺乏追求者 同是邵元冲便是其中一位 听说蒋发宾做了张默君的妹夫 时乐的眉开眼笑 对张默君张开疯狂追求 但可惜的是 邵元冲比张默君小了整整六岁 张默君对邵元冲是一点也不感冒 但邵元冲却铁了心 要娶张默君为妻 苦追张默君十三年 终于在1924年 将四十岁的张默君娶回了家 虽然张默君当时已经四十岁 但婚后 邵元冲与张默君相处极为和谐 婚后不久 便生育一子 但可惜的是西安事变之时 邵元冲不幸被击伤 抢救无效死亡 年仅四十六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